台湾艺人郭子前17日召开记者会 再度为复寒旅游遭碳伤事件提出控诉 郭子前2012年1月与家人复寒旅游时 饭店热水湖湖底脱落 造成他右大腿82%到3度灼伤 但去年9月医生判决出炉 直接判定郭使用不当 让他相当不服 这是不能乱判 不能再有爱国的判决 不是说外国人到你们韩国旅游 就没有人权 希望这件案子能够唤起他们的司法 一定要公平正义的审理所有的案件 郭子前拿着自己当时烫伤的照片指证 表示将在19日出庭二审判能扭转判决 讨回公道 唯独到了韩国 司法完全转弯 判决我这个当事者是故意烫伤自己 而且是先烫伤自己 然后摔坏电茶壶 再把电茶壶放回琉璃台拍照 来敲诈饭店 来诬陷饭店 这种判决我绝对不能接受 这是污辱我锅子前的人格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来讨公道 我们一定要把台湾人的尊严给他要回来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一遍 到你 一遍 感谢观看